许多人认为年长妇女比较容易发生静脉曲张 但医学人士说 不论男女与年纪都可能得到静脉曲张 不过现在医学比较发达 很容易获得改善与治疗 这就是静脉曲张 许多人都认为年长妇女比较容易获得静脉曲张 但事实上并不然 所谓的静脉曲张指的是皮下凸起扭曲的静脉 另外年纪也会造成静脉磨损 让静脉曲张的可能性大增 另外肥胖也有可能造成腿的压力增大 或是经常久坐与久站 还有基因也是造成静脉曲张的原因 如果家族中有人有静脉曲张的病史 也会让你比较容易出现静脉曲张的现象 typically they're treated today with what we call a thermal ablation which essentially means we close it off with heat they're all though fairly minor procedures typically taking 15 to 30 minutes in the office is